那么看课文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西部片呢,西部电影大致的一个背景信息。 西部片怎么来的呢?那西部电影表现什么主题呢? 它又是怎么一个慢慢产生和慢慢又步入低谷,后来又慢慢又重换新生呢? 咱们大概先看看这个背景。 好。 这个in还是表示在什么什么过程中,在为这个年轻的国度搜寻一个独一无二的主题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就写什么内容呢? 很多美国的一些19世纪作家就寻求,向这个土地本身寻求帮助了,turn to是求助于了,求助于这个土地本身了。 美国的土地当时是广大无边的,然后呢,大很大程度上是未经开垦的这些疆域这个土地,从密西西比河一直到太平洋。 这美国西部地区,咱们看看地图吧。 这个弯弯曲曲这个线就是Mississippi River,从这开始一直到太平洋,广大的地区是American West,这美国西部地区。 你看,再看后面。 As sediment moved westward from the eastern seaboard,the west came to symbolize the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at bend,open,wild,and full of opportunity。 随着这个sendiment,咱们在第十几个讲过,在这不是殖民地,而是殖民的过程,不可说明词。 随着殖民过程,从东海慢慢向西迁移的过程中,这个西部地区,the west,写全了叫the American West,怎么样呢? 慢慢就成为了与这块土地相关的特征的象征了。 Symbolize 表示是什么什么的象征。 有什么特征呢? 辽阔的、蛮荒的,并且充满了机遇。 很多人去淘金吗?想发财吗? 你看,Artists of all kinds found this symbol so evocative that a new genre emerged in literature and other arts, the western. 那么各种各样的艺术家,无论是作家,是诗人,是画家,他们就觉得这样一个象征是如此能够引起人的感情。 Evocative 表示唤起他人感情的,它来自动词Evoke,对吧? 那么于是,那种新的艺术类型就出现在了文学和其他艺术类型里边,这个就被称为叫the western. 这个rammer,咱们以前说过,可以表示艺术的类型,艺术的流派。 咱们在第17课讲,那个类型类别那个词,应该说过,这个艺术类型叫the western,对吧? And mainly about the life of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American West, especially the lives of cowboys. 那么尤其是有关于那些19世纪的美国西部地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cowboys,就是牛仔的,他们的生活。 那么这个西部片电影就出来了,你看。 In 1903,Edwin S. Porter produced a short silent film,The Great Train Robbery, whose theme, crime and retribution, became a standard of western filmmaking for 75 years. 在1903年,有个导演叫Edwin S. Porter,就是这个人,他制造出了一个短的墨具,就是当时听不到人对话的一个墨具电影,叫火车大结案。 它的这个主题,就是犯罪,还有报应,retribution,就是报应了,做坏事呢,会骚报应,就变成了这个75年来啊,这个美国西部片电影制作的一个标准了。 大家都是用这个主题来这个构造这个东西,接着往后看。 The western film reached the height of its popularity from 1930 to 1950,西部电影呢,从1930年到1950年之间,达到了巅峰状态,受欢迎的巅峰状态。 The height of,表示什么什么的巅峰状态,popularity受欢迎嘛,那个时候最受欢迎。 那么在1950年之后,after 1950,television westerns drew audiences away from big screen westerns,1950年之后呢,电视慢慢普及了,所以电视里面的西部片呢,慢慢把观众们从大屏幕前的西部片拉回家来了。 好,本人,本文的主人公就出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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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场了。 William S. Hart这个人是谁呢,is noted for his insistence on realism in westerns based on his own life in Dakota Territory。 本文中主人公,William S. Hart,因为这个而著称,be noted for,就因为什么而著称呢? Incited,坚持了,坚持在西部片中的现实主义,是基于他呢,自己在达克达地区的这个亲身的经历,他从小在西部长大的。 那么并且怎么样呢? Hart directed and starred in silent movies from 1914 until 1925。 那么哈特呢,那么自己指导并主演了一些末剧,从1914年一直到1925年为止。 Hart was followed by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all western filmmakers,John Ford. 在哈特之后呢,那么紧跟着出现了在西部片的这个制片人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名顶得的约翰·福特。 Ford's 1939 movie,Stagecoach, introduced John Wayne as the perfect example of the tough, Teciton western cowboy, who became an icon of the movie western. 那么福特,在1939年著名电影叫《关山飞渡》这部大片,Stagecoach。 那么第一次引入了约翰·韦恩,作为呢,我们这个西部片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例子, 完美的例子,什么呢? 就是强悍的,沉默寡言的西部牛仔的完美的一个例子了,一个化身了。 Teciton就是沉默寡言,不说话的。 这个tuff就是强悍的,凶巴巴的样子。 它就变成了西部电影的一个偶像人物,icon。 In the 1950s,Western films were joined by a subcategory, the Adult Western. 在1950年代,这西部片呢,就又加入了一个子的类型,叫成人西部片。 当然这个A篇,成人代理,是两回事。 成人西部片是写什么呢? It focuses more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aracters than on action. 它更多是关注是这个角色的心理,而不是在什么武打的这个场景里面。 A classic example of this rumor is high-known starring Gary Cooper. 那么这个类型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正午时分》,由伽利库帕他主演的这部电影。 这个人咱们一会儿在课文中也会碰到。 In the 1970s and 1980s,Westerns began to lose back of its appeal, because social protest movements caused many Americans to question the cultural values presented in Westerns. 在1970年代和80年代,西部电影呢,慢慢丧失了它的票房吸引力。 票房吸引力就box office appeal,appeal作名词就是attraction,吸引力的意思。 为什么?因为当时社会抵抗运动,使很多美国人开始质疑西部片中所展现出的价值观。 就动不动开枪打死人,你就是正义,你有这个权利,你自己宣判他人死刑吗? 慢慢丧失了票房吸引力,看似渐渐示威了,但慢慢又死灰复燃了。 你看,however,in the early 1990s,two westerns won Academy Awards for Best Picture. 那么然而在1990年的早期,两部西部片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电影奖。 Academy Awards就要学院奖了,这个俗称叫奥斯卡奖。 One is Dances with Wolves,1990年牌的《羽狼顾舞》,directed by Kevin Costner, 就凯文·科斯纳所主演的,并且他指导的《羽狼顾舞》这部电影。 另外一个呢,the other is Unforgiven,directed by Clint Eastwood, 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部电影就是《不可饶恕》,由克林特·伊瑟·伍德,这个硬汉导演,他来指导的,Western World Resurrected, 西部片又重新复活了,resurrected表示始复活,始死亡复活,这个意思,西部片又慢慢复活了。 好,这什么大致了解一下西部电影,这个大致《来龙去脉》,它的什么前世今生。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一段,来看看,上来就介绍了本门的, 主人公,大明星,威廉·埃斯哈特,咱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看屏幕。 威廉·埃斯哈特这个人,可能是西部片明星中最伟大的一个了, 这个白颜色是整个剧的主剧了,福尔开始到剧末,当然是个原音壮音从剧, 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像伽利·库帕和约翰·韦恩这两个人那样, 这两个家伙刚才背景信息咱们介绍过,也是西部片著名的大明星。 这个化线的部分,unlike Gary Cooper and John Wayne, 这是借词短语,做原音壮音从剧里面的一个壮语,借词短语做壮语。 然后原音壮音从剧里面的句子主观在这儿呢, 它只出演西部片,appear在这儿表示出演某部电影, this,nothing but是固定搭配,翻译着only,没有别的,只是这个, 这是我们从文法先做个分析。 我们看看里面这些细节,值得咱们去学习的, 首先这个appeared in nothing from,先看这个appear表示出演某部电影, 那么用的动词很多。 我们可以appear,用act,用perform都可以表示出演某部电影, 后面借词都是加in,in a film或者in a movie,都行。 英联邦国家一般用film,在美国不能用film, 美国film是不可处名词,表示胶卷的意思, 在美国电影用movie,这个就好了, 就出演某部电影可以用它。 但是本文中出现很多大明星,如果表示主演,主演表达很多, 比方说我们可以用played lead in,主演某部电影可以用它。 你比方说,John Wayne played lead in stagecoach, 约翰美恩主演了关山飞渡这部大片,这是主演。 主演也能用动词star,star呢,两个方向, 电影做主语,还有演员做主语都行, 我们先看演员做主语。 John Wayne starred in stagecoach, 约翰美恩主演了关山飞渡这部大片, star加in相对played lead in, 但star两个方向, 电影做主语的时候呢, 它变成集物动词的直接, 后面加演员做宾语, 所以由某人主演, 你比如说,stagecoach star的John Wayne, 关山飞渡由约翰美恩来主演, star两个方向, 一个不集物, 一个是集物的, 这个主演。 那么跟他类似的还有一个, 叫在联媒主演, coastar, 这个联媒主演也是两个方向, 电影做主语, 或者演员做主语都行, 那演员做主语呢, 是不集物的, 电影做主语可以当集物动词来用, 你比如说, 我们同样看例子, Gary Cooper co-starred with Chris Kelly in High Noon, 加利库帕和格利斯凯利主演了正午时分, 这部大片, 那么倒过来也行, 用电影名字做主语, High Noon co-starred, Gary Cooper and Chris Kelly, 看到了吧, 变成其无动词了, 就有某人和谁联媒主演, 这是coastar这个, 同样主演还有一个, 但这个词是单方向的, 就是fisher, 也是表示某人主演, 但是他一般是电影做主语了, 叫有某人主演, 这个只能是电影做主语了, 他不能用演员做主语, The Movie Featured Bruce Willis, 这部电影是由布鲁斯·威利斯, 由他来主演的, 这是什么出演, 主演相关, 我们常见的在什么报纸的预览板块, 常见的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就好了, 好, 我们再回到剧中, 再钻研一下这个Nothing But, Nothing But是西语, 它有的时候出现另外一个版本, 叫Nothing More Than, 意思一样, 都相当于Only, 只不过是, 注意它一般直接修饰名词, 在后面加一个名词就好了, 只不过是这个, 对吧, 比如说, Nothing But A Miracle Can Save Her Now, 现在只有奇迹, 才能救这个女孩了, 恐怕这女孩看起来命不薄矣, 对吧, 只有什么,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下面这个例子, You're Nothing But A Thief, 就像那You're Only A Thief, 你只不过是个臭贼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只不过是个贼人, 是一般的, Nothing More Than, 比如说, He Dismissed Brian as Nothing More Than An Amateur, Dismissed, 跟S搭配, 固定搭配, 把某人某物当作是什么什么, 而不屑一顾, 把某人某物当作是什么什么, 而不屑一顾, 他把布莱恩当作只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 一个外行, 而不屑一顾, 可根本就不打他当回事, 就根本没有重视他, Nothing More Than, 就像那Nothing But, 这可以替换, 注意哦, 后面直接修饰名词就好了, 它相当Only的用法, 那么这个不定代词后面加But, 用法特别多, 还有三个应该放在一块记得, 另外一个是Anything But, But Nothing可以的Anything, Anything But, 它表示什么呢, 一点也不, Not at all, 一点也不, 注意这个后面, 一般多修饰名词, 或者是形容词都可以, 后面跟名词或者形容词都可以, 比如说He is anything but a hero, 他绝对不是个英雄, 或者是He is anything but stupid, 这个人一点都不傻, 他精准的一点都不傻, Anything But, 相当于Not at all, 一点也不, 注意修饰名词或者形容词, 还有一个也是不定代词, 哦, 后面叫But, 哦, 注意, 作为固定搭配, 相当于Almost或者Virtually, 几乎差不多, 但注意,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跟AlmostVirtually一样, 它是副词, 所以它不再修饰名词了, 它修饰什么呢, 修饰形容词, 副词或者动词, 因为这个时候, 它词性是个复合的副词, 它不再是, 它后面不能加名词, 加名词的话意思就变了, 表示几乎差不多, 看例子, It's all but impossible to read his writing, 要读懂他的笔记,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人字写得太吵了, 就是impossible, 再比如说, The party was all but over when we came, 我们到的时候, 这个聚会几乎已经结束了, All but over, 注意, 也是个副词的用法, 那我们再看一看, 如果后面加名词, 加名词意思就变了, 咱们看个加名词的吧, 看是不是几乎的意思, 218页的第23行到24行, 218页23行到24行, We could at one time repair ourselves, well enough at least, to overcome all but the most instantly fatal illnesses and accidents, 注意哦, 后面跟他是名词端语, 那几乎最瞬间致命的疾病或者事故, 这是名词端语, 你看能不能翻词几乎, 我们曾经有那时间, 也能修复我们自己, 而且可以足够好, 至少能够克服那些, 几乎所有的瞬间致命的病和事故, 难道我们能治好瞬间致命的病和事故吗, 这个人被卡车压平了, 压成一张纸了, 然后自己又修好了, 站起来又活了, 那不诈尸了吗, 这个all but不是几乎差不多, 因为他后面就表示几乎差不多就是副词, 但你后面修是名词端语了, 说明是字面的意思, 这个时候all就是所有的, but就是借词除了什么之外, 除了那些瞬间致命的疾病和事故之外, 其他的那些病, 像得个感冒, 一般两三天之后我们能够自愈, 这个all but在这儿是字面意思,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其他的都怎么样, 但all but如果修饰的是形容词, 副词和动词的反正几乎差不多, 你看英语多讨厌, 这搭配决定他的含义, 好, 这个第一句话我们看到这儿, 那么第二句话进一步说, 这个哈特怎么个厉害法呢, 咱们看第二句, 第二句是个简单句, 他说, From 1914 to 1924, He was supreme and unchallenged, 从1914年到1924年, 他手续值独步天下, 无人能及, supreme是无敌的, unchallenged, 没有人能挑战的, 也是无敌的, 两次联用, 以加强这个效果, 其实同一次联用了, 就和山盟海事联用一样, 加强效果, supreme, 至高无上的, 地位最高了, unchallenged, 也是无敌的, 表示没有人与他相匹敌的, 好多词可以替换, 比如说, incomparable, 无比的, 太厉害了, 对吧, unequal的, 没有人与他能力相等, 还有我们可以用, peerless, 无敌的, peer表示能力与自己相当的人, 没有这样的人, peerless, 或能搭配, be second to none, be second to, 表示排在什么什么的第二位, 没有排在任何人第二位, 表示无敌, 这个是最厉害, 最强, 天下最强, 都行, 我们把这几个词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supreme, unchallenged, incomparable, unequaled, peerless, be second to none, 都是无敌的, 你比如说, when it comes to singing, mary is second to none, 当谈到唱歌的时候, 玛丽独步天下, 无人能及, 刚才大飞放进去, 都可以, 那么这个哈特究竟伟大在哪里呢, 咱们看下面的句子, 好, 我们下面来看比较复杂的第三句话, 咱们接着看屏幕, 他们哈特厉害在哪个地方呢, It was Hart who created the basic formula of the western film, and devised the protagonist he played in every film he made, the good bad man, the accidental noble outlaw, or the honest but framed cowboy, or the sheriff made suspect by vicious gossip, in short, the individual in conflict with himself, and his frontier environment, 这句子比较复杂, 而且比较优美, 前面这个, it was, 跟who搭配, 那当然是强调句, 说不是别人, 正是哈特, 他创造出了西部电影的最基本的模式, 说他为什么独步天下, 无人能及, 这是祖事业的地位, 地位崇高, 那么被强调的成分是句子主语, 正是他创造的基本模式, formula, 咱们在二十课刚刚讲过, 可以表达配方或处方, 派生意就是基本的模式, 并且and, 还有怎么样呢, 并且还设计出了, device跟前面create是并列的, 并且设计出了这个主角, the protagonist, 哪个主角呢, 后面he played in every film he made, 黄颜色的是定语从剧, 就是这个主角, 他在每一部电影中所扮演的这个主角, 这个电影后面内部又牵套了一个定语从剧, 里面的定语从剧, he made, 当然想到which he made, 他所制片的每部电影中的主角, 就是自编, 自导, 自演, 自排, 这么一个人, 那么都哪些主角的形象呢, protagonist, 后面的一大堆画横线的, 都做前面那个protagonist他的同位于, 比如说第一种主角是, the good bad man, 做protagonist同位于, 好心肠的坏蛋, 表面上是坏人, 但内心是好的, the accidental noble outlaw, 意外成为的高尚的那些逃犯, 就是没有犯罪, 却被人说是大坏蛋的人, 或者是些诚实, 但被陷害的牛仔, 或者是这样一个地方治安长官, 什么治安长官, made suspect by vicious gossip, 这是后制定语, 过去分词短音, 到后制定语修饰这位长官, 就是被邪恶的谣言, 搞得看上去很可疑的治安长官, 对吧, 一大堆, 最后总结一下, insure简言制, 还是做前面的同位于, 主角同位于, 是什么一个人, 什么人呢, 后面, incomplete, 未到巨墨黄言色时, 借此短音的后制定语修饰这个人, 是什么, 与自己, 或者与边疆的环境, 相冲突的这么一个人, 后面的一大堆, 都是做前面protectants的同位于, 这是把整句话的语法成分, 把它看清了, 这里面细节也特别多, 第一个, 当然我们先简单复习下, 强调句, it is, where it was, 加被强调成分之后, 加that, 或who, 或者whom, 本分中被强调的是, 是人的时候, 用that, 用who都可以, 这里用的是who, 是可以的, 那么formula这个词咱们说过, formula, 它的复数有两个, 第一个就直接叫s, formulas, 第二个是formually, 这个也行, 它本身可以表示配方, 或者是触方, 咱们以前说过, 20个刚刚讲过, the formula for a new drug, 一种新药的配方, the formula for the washing powder, 注意, 后面可以加for, 什么什么的配方, 一种, 这种洗衣粉的, 这个配方或处方, 咱们回顾一下20个里边, 就是一百一十五页, 15行中间到底16行, 一百一十五页, 15行中间到底16行, it is said that, the nerve poison is the more primitive of the two, that the blood poison is, so to speak, a newer product from an improved formula, 据说呢, 神经性毒素, 是一种两个毒素里边, 比较原始的一种, 落后的一种, 而血液毒素, 真可以说是, 用改良的配方, 制造出一种新产品, 配方或处方, 分门了, 本分钟派生意, 就模式, 基本的模式, 配方处方, 派生出模式,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 这个西部片的基本的模式, 并且还设计出了, 他所主演的主人公的形象, 这个devise, 设计出, 想出, 构思出, 这是固定的一个极物动词, devide, 设计出, 想出, 构思出, 跟老师大声动起来, devise, 字母V, 上压出, 下转发, 名字I, 嘴张开, 大声的, devise, 设计, 构思, 想出, the cartoon character, Micamouse, was devised by Walt Disney, in 1928, 那么米老鼠这个卡通形象, 是Walter Disney, 在1928年设计出来的, 设计出, 构思出, 想出, 可以用它, 好多词可以替换, 比如说, 设计, 构思, 想出, 也可以用conceive这个词, 这个也表示怀孕也行, 怀孕是在肚子里酝酿, 设计是在大脑里酝酿, 一个肚子里有孩子, 一个脑子里有想法, 类似, 我们大声都叫conceive, conceive, 这个也行, 甚至用我们比较口语化的短语, 叫come up with, come up也是想出, 构思出, 这个特别强的结果, 想出来了, 构思出来了, 一个念头, 一个想法, 一个主意, 我们大声都叫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 直接可以当一个固定的习语来用, 我们看看当年突福听你真题的一个小的片段, 同时看一个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27, what have they decided to call the stadium, no one has come up with a good name,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 好,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一个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27, what have they decided to call the stadium, no one has come up with a good name,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 好, 咱们看一个选哪一个, 好, 我们看到正确答案是, b选项, a good name hasn't been found for it, 还没有人能为他找到一个好的名字呢, 为什么选b, 把原文中再看一看, question number 27, what have they decided to call the stadium, no one has come up with a good name,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 好, 第一个男的说, what have they decided to call the stadium, 他们决定怎么叫, 怎么称呼这个体育馆, 这个体育场呢, 第二个呢, 女孩说, no one has come up with a good name, 还没有人想出好名字来呢, 想出构思出枪的结果,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 关于这个体育场, 女的说什么了呢, 一个好名字还没有被找到呢, 就好了, come up with, 也有类似的大意, 这是想出构思出, 但还有一词的捏造, 编造瞎编, 捏造出, 编造出一个虚假的不真实的事, 可以用fabricate或者concoct, 这词都行, fabricate本来叫编织的意思, 编织一个篮子, concoct表示调制嘛, 大家还记得二十个刚讲过吗, 调制出这么强有力的一种毒, 本来是调制一种饮料, 或一顿饭的调制, 派生一句捏造编造, 虚假不真实的东西, 像fabricate或者concoct, 按excuse, 编造出一个借口来, 我们分别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fabricate, fabricate, 就编织这个词, 再多调制, concoct, concoct, 好, 就行了, 好, 我们再回到文中, 那么他设计出了, 他自己所制造出的电影中的主演的角色, 什么角色呢, the good bad man, 好心肠的坏人, 注意这用了矛盾修饰法了, 注意越接近名词的, 越是表面的含义, 离他远的反正是含义, 就是表面是坏人, 但是内心中是好的, 所以好心肠的, 善良的坏人, 表面上身份是坏人, 但内心是孤导热肠的, 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嘛, 大家经常看美剧看大片, 有一个吕克贝松导演主演的, Leon the Professional, 这个杀手不太冷, 里边我们看到那个杀手莱昂,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的表面上的身份是个杀手, 是个坏人, 但他确实拼自己的生命去救这个小女孩, 内心是善良的, 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好心肠的, 这个good bad man, 好心肠的坏蛋, 那么这个是一种很明显, 是与自己相冲突的这么一个人, An individual in conflict with himself, 与自己身份是相冲突的, 身份是坏蛋, 那内心是善良的, 这个地方用了一种特殊的修持方法, 叫Oximoron, 咱们叫矛盾修持法, 就是把相互看似矛盾的几个词, 并列放在一块, 形成对比的效果, 而且含义向这个纵深去发展, 我们看到好多好多, 你看我们倒过来, Bad good news, 不好的好消息, 注意这个good news是表面上的, 前面的bad是真实的, 看似好消息, 结果因为这个事这人死了, 不好的好消息, A cold warm embrace, 一个冷冰冰的热烈拥抱, embrace拥抱了, 表面上很热烈, 但两个人其实内心都是比较排斥的, 夹的, 你看比较, 这很久没见了, 这没见了, 但脸上肉呸呸呸呸, 其实内心是冰冷的, 其实没有这么热情, 不亲不, 假亲不近假近, 冷冰冰的热烈拥抱, 还有的时候, 又形容词修饰一个相反的名词, 这也行, 你像chillize, 真实的谎言, starring Arnold Schwarzenegger, 阿诺多士王辛格主演的, 真实的谎言, 94年当时最卖错的电影, 这也属于矛盾修饰法, 我们说这个, 这个Shakespeare, 这个莎士比亚可以说, 把这个矛盾修饰法弄到, 如炉火纯青的一个境界了, 比如说他在罗密欧和朱利亚里边, 多次用到sick humor, 憔悴的健康, 这是矛盾修饰法, 还有说sweet sorrow, 甜蜜的悲伤, 还有像什么, a damn saint, 一个万恶的圣徒, 还有像a beautiful tyrant, 美丽的暴君, 等等等等, 还在奥赛罗, 奥赛罗里, 曾经出现过, an autumnal murder, 一个正直的谋杀, 这谋杀是贬义词, 但是杀的是坏人, 正直的谋杀, 这都属于矛盾修饰法, 一惊眷容, 这是第一种人, 好心肠的坏蛋, 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an the accidental noble outlaw, outlaw是逃犯了, 尤其表示古代的逃犯, noble是高贵的逃犯, 这又是一个矛盾修饰法, 逃犯是坏蛋的, 怎么会高贵呢, 前面有accidental, 意外成为的高贵的逃犯, 就是他本身没有犯罪, 但是别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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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围的证据的很不利, 他被迫逃亡了, 一个意外成为的高贵的逃犯, 大家可能很快很容易想到, 另外一个由哈利森福特, 来主演的大篇, 就亡命天涯, The fugitive, 里面哈利森福尔他主演的这个外科医生, 并没有杀自己妻子, 但因为周围的证据这个很不利, 他没有办法就亡命天涯, 当了一个逃犯, 这就是意外成为的一个高尚的一个逃犯, 他本身并没有犯罪,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词叫accidental, 就偶然的不经意间发生的, 它跟另外一个词做个辩析, 就是附带的附属的次要的, 我们读一下这两个词, 第一个意外的accidental, 然后附属的次要的附带的incidental, 注意分开哦, incidental expenses, 叫杂费, 附带的开销, 不是主要花的钱了, 再比如说, incidental music for the movie, 这个电影的配乐, 我主要看电影不是听音乐来, 这配乐, 还有它的副词, incidentally, 就是我们在信中常出现这么一个词, 叫顺便再说一句, 就类似by the way, 顺便再说一句, 或右击再加一句, 附带再说一句, 信末, 我们往往加这, 相当于我们那个postscript, ps, 顺便附带再说一句, 一个因为偶然事件, 而被迫成为的, 一个高尚, 成为逃犯的高尚的人, 这其实就是一个, 与自己周围环境相冲突的人, 他本身是好人, 但周围的环境, 周围的证据对他不利, 大家都认为他是坏人, 所以这是一个, an individual in conflict with his environment, 与自己环境相冲突的这么一个人, 对不对, 好, 还有什么人呢, Or the honest, but framed cowboy, 一个诚实的, 但是却被陷害的一个牛仔, 这无疑又是与自己环境相冲突, 对吧, 这个好理解, Or the sheriff, 或者这样一个治安长官, servic表现在美国指线的治安长官了, 那么made suspect by vicious gossip, 被邪恶的谣言搞得, 看上去很可疑的治安长官, 这个made suspect by vicious gossip, 怎么说呢, 是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shiver, 但这个suspect, 这个词怎么理解, 这个词词性特别多, 它至少三个词性, 首先第一个可以当动词来用, 当动词动词suspect, 但本文中不可能了, 但动词确实有了用法, suspect, 后面家避欲从拒, 他怀疑有疑心有什么, 或者怀疑某人做某事, suspect somebody of doing something, I suspect him of lying, 我怀疑他说谎, 但本文中不可能是动词, 你在may的后面家动词原型, 这个不图顺,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意思叫嫌疑犯, a suspect at large, 咱们三册第一个讲过, 一个在逃的嫌疑犯, 但嫌疑犯是可数名词, 那本文中suspect前面没有贯词也不行, 有的时候没贯词, make可以跟没有贯词名词搭配, 但是可以, 但那是选举的意思, 选举或指派某人担任某个职务, 这个时候确实可以没有贯词, 比如说we made him monitor, 我们选举他当班长, we made him king, 我们拥戴他当国王, 这个时候确实是没有贯词的, 但是本文中并不是选举,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名词也讲不通了, 只好解释成形容词了, 就是形容词依然读成suspect, 叫可疑的, the statistic are suspect, 这些统计数字是可疑的, 本文中这个对了, 就是被邪恶的谣言搞得看上去, 很可疑的这么一个治安长官, 是这么来说, 邪恶的vicious, 邪恶的恶毒的, 这个形容词相当于wicked, evil或者manicious, 邪恶的恶毒的, 我们有个搭配叫unvicious circle, 恶性循环, 这是固定搭配, 这个不能乱编, 它的反义词叫virtuous circle, 叫良性循环, virtuous叫有道德的, 这个好的善良的, 这个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 但是肿瘤不能乱说, 肿瘤有恶性的良性的, 恶性肿瘤叫malignant tumor, malignant也可以看作它们的同一词, 跟malicious类似, 也是恶毒的邪恶的, 对吧, 我们大声读一下吧, 先读一下恶性循环, vicious circle, 读一下良性循环, virtuous circle, 读一下恶性肿瘤, malignant tumor, 再慢一点, 再来一遍, malignant tumor, 好, 再读一些良性肿瘤, benign tumor, benign也是人死的善良的, 可以看作malignant它的反义词, 这就固定搭配, 别自己瞎辩, 好, 再回到文中, 那么这么一个, 呃, 被邪恶的谣言看上去很可疑的, 一个治安长官, 他也是一个, 与自己环境相冲突, individual in conflict, with his environment, 最后作者总结了, 简言制, in short, 诶, 这个作文结尾段的好搭配, 简言制, 或者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 好搭配, 对, 这搭配把它背一背, in short, 还可以用in sum, 总之, 还可以用in summary, 也行, 或者to sum up, 总之, 简言制, 或者是to summarize, 或者干脆用simply put, 也是简言制, 一言以蔽制, 这个put表示说, 它后面应该加个it, 所以在这儿呢, 是过去分词了, 就如果被简单来说的话, 如果说的, 它主动的话, 后面的叫it, 所以就是过去分词, let me put it this way, 让我这么跟你说吧, let me put it this way, 这个put是过去分词了, 如果被简单来说的话, 我们大声读一遍, in short, in sum, in summary, to sum up, to summarize, simply put, 在我们结尾段, 或者得出结论时, 最后一个总结句时, 我们都可以这么说, 简言制就是一个人, 与自己, 和与自己边境的环境, 相冲突的人, 刚才做过总结了, 这四轮确实, 要么是与自己身份相冲突, 要么是与自己周围环境, 相冲突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in conflict with, 这个有几个行进词得注意, in conflict, 表示与某人有冲突, 如果与什么有冲突呢, 我们可以加with, 我们看看当年的, 又是阅读, 考研阅读真题的片段, as long as poor people, who in general are colored, are in conflict with richer people, who in general are lighter skinned, there is going to be a constant racial conflict in the world, as long as home跟从聚, 咱们第三个讲, 就只要, 条件状行从聚, 只要穷人, 他们一般来说, 都是皮肤有颜色的, 他们与那些更富有的人, 一般来说, 皮肤颜色更浅, 白种人了, 那么他们怎么样呢, 这个, 这个, 他们与有冲突, be in conflict with, 与他们有冲突, 那么我们的世界上, 就一定会有一个持续的, 一个种族的冲突会存在, in conflict with, 表示与某人有冲突, 我们复习几个行进词, 把痛苦的事情强加给某人, inflict something on somebody, 把痛苦的事强加给某人, 跟那个conflict, 那个名词做个辩析, 大家还记得吗, please don't inflict your love on me, 拜托, 请不要把你的爱情强加到我身上, 这让我好痛苦啊, 是这么来说, 还有十一课讲过的, 折磨某人注意, 行进词, afflict, 不是inflict, 那么差几个字母, 意思差别可大了, 这是冲苦的折磨某人, 我们再读一下, afflict, afflict, 折磨某人,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新看见第三册的27颗, 这是几乎动词了, 27颗不买也不买, 讲流浪汉, He may never be sure where the next meal is coming from, but he's free from the thousands of anxieties, which afflict other people, 他从来不敢肯定下顿饭从何而来, 但是他却没有那些折磨其他人的数以千计的烦恼, 无烦无恼无忧愁, 这是afflict, 这是主动结构, 那么用被动也行, 我们再看个托福真题片段吧, 这个也是用主动的, 这是当年托福真题, Hazen and Brown's work were stimulated by the wartime need to find a cure for the fungus infections that afflicted many military personnel, 这个两个人名字, 他们的工作是被这个东西所激发的, 刺激起来的, 什么呢, 战争期间的需要, 什么需要, 就发现一个治疗这种病的一种途径, 一种手段, cure, 可以表示药或治病的途径手段, 什么呢, 就是真菌的感染, fungus, 就真菌了, 那么是什么呢, 他折磨很多作战人员的那些真菌感染, 这个personnel, 就是人员了, 这个词本身就是复述了, 他不能再加S了, 这折磨某人可以这么说, 如果表示被什么什么折磨, 咱们复习一下, 用被动叫be afflicted with, 或者be afflicted by, 被什么什么所痛苦的折磨, 还是托福阅读真题, 咱们看一看啊, although afflicted by serious eyesight problems, Alicia Alonso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stars of the American Delhi Theater, and later formed his own dance company, 尽管因为严重的演技, 而非常痛苦, although afflicted by, 是不是相当于省掉了, although she was, she was被去掉了, 因为那个she就是主语, Alicia Alonso, Alicia Alonso这个人嘛, 对吧, 那she was被去掉了, 因为壮与从旧主语跟主语统一, 壮与从旧卫议动词出现必动词, 主语跟必动词怎么样, 同时去掉, 还是来自be afflicted by, 但是她是美国巴雷剧院的最重要的, 主要的大明星之一, 并且后来还成立了自己的舞蹈公司, 这是be afflicted by, 好, 这个第一段重要的段落, 我们邓老师就看到这里,